跟大家更新一下,滴滴,即是美国上市的,就是DIDI 就宣布和即日起,启动纽交所退市工作 并且准备在香港上市 他发表的声明就说,董事会都已经授权并且支持公司采取必要程序 以及提交相关的申请 就是将公司的ADS从纽交所退市 同时确保就可以转为另一国际认可的证券交易所自由交易的公司股票 其实就会寻求将他的A类的普通股票在港交所主板上市 已经开始了,怎么看呢? 当然,暂时他是自己官方微博那边说 我觉得要看看实际的操作是怎样的 因为他暂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在那边先退市 之后再在香港上市 但如果这样的程序反而是久了 因为当你退市之后,你完全要重新上市 你要准备的东西是多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说像过往 例如阿里那些也好,京东那些也好 反而先回来选择第二上市 甚至像小朋友想先回来选择双重上市 其实这个程序会快一点 因为第二上市的东西要做的东西是少一点的 可以即时启动都可以的 所以我想这个好看最终的选择究竟是怎样的 因为暂时真的只有这一两句 其实他什么形式去那边走这边回来都未知 但是始终我觉得很明显地 因为他当日选择去美国上是一个不太正确的选择 现在也是一个表态 没错 即时翌日就已经被内华了 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还是要选择哪边 我觉得回来这边上其实是对的 始终香港的背景也是内地的 我觉得受那些可能中美也好 或者大家担心一些网络安全也好 相对在这边上会没有那么负面的看法 但是真的要看他最终选择的程序是如何 但如果这个消息对香港上市的方网股有没有什么影响 其实你说反而对其他现在在美国上市 可能在想是否回来的 即是香港上去左的应该是没有实际影响的 始终因为要回来就回来 但有些可能也先回来 但是也很明显反映到一点 我想面对着整个中美局势 无论你在什么领域也好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制着的 所以我想在未来的公司 选择去上市的地点 除非真的他们的业务 是很难在香港可以上市 因为其实美国那边 为什么过去那么多人选择去那边上市 你可以认为弹性是大一点的 其实那边上市 实际来说的看法是轻松一点的 可能很多行业都可以上市 所以才会那么多人选择去那边上市 但是现在就会怕上市 可能随时一些数据和个人因素 会令到他们的业务又有影响 所以我想未来反而会倾向他们 先考虑地考虑地点 我们在车里面也有人留言问 是否斑支回潮 也没有办法 那陈小姐就想问我 我想请教中概股退市 对港股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好还是不好 其实理论上说应该是好的 或者不说 因为你反过来想 就多个生意做 即是你无论是港交所 对港交所也不行 多人回来想 简单理解 不要管是否中概股 一定是多个IPO先 反过来说 这个怎样都是一个利好的 即是以往 炒中概股回归 炒了好几转 其实那时候 也是对港交所会有些炒作 就是个股价上说 所以如果你大体上看 一定都算是利好的 还有如果你对整个港股的 宽度和深度来说 都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因为你越来越多 中国股回来 或多个大公司来香港上 无论对整个市场 成交自然地 都会有一个拉动在 还有你越来越多 不同的一些范畴的公司 不要只是选择美国那边上 其实对整个市场的发展来说 我觉得不是一件负面事 但是只不过你说 是不是一说中国股黎龟这一刻 马上又对港股 又对港交所有个炒作呢 始终现在又比较难 和以往去比较 现在还要跌多了 是的 没错 反应就好看 反应这一刻的市场气氛 我想暂时的气氛 其实整个港股 不是特别强主 所以只说这一件事 就未必有太多炒作 是的 很多人说 滴滴之前都被阿爷针对过 现在回来 可能都未必那么顺利 也不知道是否反省 所以看看选择的形式是如何 因为你退了事才再上去 就可能有机会留难你更多 是的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